这是今天我们的早餐 给我先生做了这个鸡蓉蔬菜小米粥 它这次也是烧到了肠胃 还有一杯热的豆浆 煮鸡蛋 还有一个两片的这个全麦的面包 涂了一个这个鸡啊 给大家看 这个角 加拿大的鸭水豆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搭配应该 还比较有营养吧 可能现在就是不吃剩冷油腻的东西 补充营养 恢复体力 加油 咪宝 妈妈问你 你今天怎么样 今天等你还 在爸爸屋里我一点 我有很小的咳嗽 所以 OK 因为我们星期一要上学了 你必须保证你都没有症状的情况下 才可以去 因为不能 都小咳嗽 那就多喝水 好不好 不 那时候喝了 那时候没水 哦 那又 很减吗 那一罐 好 那我就给你打点水 我觉得不是 那个都是我 我的那个都是干 嗓子干 嗓子干是吧 我不觉得 不觉得吗 对 我家女儿又在画耍 一会妈妈看你的作品好不好 No 又是No 最近最喜欢听说 就是No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洗澡 洗澡就掉了这么多 左边是洗洗澡的时候掉的 然后右边就是刚才吹风啊 梳头吧 掉的这些 还是挺多的吧 关键你去想想这个 我已经 很久没这么掉头发了 以前就是 我现在说话都喘 以前就是 估计也就有这个一点点 但现在就这么多 所以现在就是后遗症 头发确实是验证 这个病毒会影响头发 看 这样更仔细吧 这样残疾唇上 眼睛唇上有这么多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梳头或捋头发 一捋就有一两根 两三根 大家好 我是雅美 今天呢 那是我有症状之后的第21天了 今天呢 大家也看到了我视频前面播的就是 一是不断的补充营养 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 我今天洗澡的时候 这个脱发啊 也给大家见证了 就是现在基本的就是这样一个量 目前看我的头发还比较多 希望我的补充营养能让我的心法长得比这个脱发要快 我可不像我的头发没有 今天我觉得咳嗽好多了 可能我这两天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各种的招数 全都用 然后今天呢 也放缓了这个就是行动吧 就是别太累了 所以有些事情都是我线上在去做 那我就是负责那个休息 调理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而且今天有很多的粉丝都私信给我 给我又多了很多的这种一些建议 都非常中肯 也特别都是粉丝自己的体验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真的很感谢 而且呢 我这人也很听话 我会按照大家给我的这个建议呢 去操作 因为我觉得就是听人劝吃饱饭嘛 所以而且真的能感觉到就是 很多的就是粉丝特别的真诚 就是那个自理行间吧 你就能感觉到他真的是非常关心你 而且是就是想尽办法的能够帮助到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 所以雅美呢 也会好好地努力地去恢复自己的身体 不让大家失望 而且呢 本来我是想 尽快地结束我这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不再谈我的这个生病了 可是后来我一想呢 就是还是希望能让大家就是见证吧 就至少看看我的这个生病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也可以对大家呢 就是能对这个这个疾病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了解 所以呢 我还会每天的继续分享一下 直到我是完全完全的痊愈 这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也非常感谢啊 大家这么的耐心 有的时候我比较啰嗦 有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主题不明确 我看有的粉丝就说了 几分几分才进入正片 很抱歉 其实怎么讲呢 我觉得每一次跟大家这种视频的分享呢 也是我一种就是情绪的梳理或者一个释放 所以就是也很感谢吧 大家的这种陪伴和倾听 我觉得我真的是想把我每天的这种感受 就是很真实的 不是演习啊 就是很真实的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把我的这种这种过程 也最真实的呈现给大家 所以 有点类似于嫉妒片哈 所以今天呢 刚刚在视频里也看到了 我女儿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她星期一呢 就可以复课了 我先生呢 现在呢也还不错 很多的家务活都是他在去做 因为过年之前 她也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像百家打扫的 安排的布置的就是温馨嘛 所以呢 也在她的这个带领下吧 我觉得我也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且呢 心情其实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这个调养的过程中 心情占了很大的比例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说 虽然这个疾病长上我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用 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它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只要我们心中有这种信念 我相信没有什么可以战胜不了的 再说说我之前说过的中庄二 就是后遗症的二 就是入睡困难 昨天感觉稍微好点 昨天没数那么多羊 所以昨天睡的 就是要比以往要快一点 入睡 入睡完之后呢 还可以就是比较深度的睡眠 所以因为深度的睡眠 可以让我就是更好的恢复嘛 所以这就算还是有进步吧 因为我真的不像这个后遗症 一直跟着我入睡困难 其实是很痛苦的 第三个呢 就是神经的这个呢 我觉得也好很多 就是这个额头的这块啊 没有什么感觉了 还有脸部的这种 缩缩的感觉也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遗症三呢 也应该是改善的 越来越明显了 其他的我觉得 就是这个咳嗽了 但是咳嗽目前也看到了 一个曙光 就是像今天白天 我觉得我的这种咳嗽 就减轻了不少 所以我今天呢 一会儿呢 再继续巩固一下 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身体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身体 我觉得我得感谢我妈 给我生了一个 还比较好的 这个底子的身体 我同时也感谢我自己 就是日常 我还是真的 还是比较注重 保养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就能看出来 以前的这种准备啊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今天有个粉丝 也建议我了 说等我彻底好之后呢 还是约医生呢 做个肺骨的这种检查 我觉得他的建议非常好 等我那个全部就 就恢复好 恢复好之后呢 我去约一下 跟家庭医生约一下 我相信家庭医生 应该也会给我安排的 那我们 那我就继续的 去休息 去修养 然后呢 尽快的 赶紧 就是这个咳嗽 消失 因为我相信 很多的伙伴 也是都非常期待着 我的那个 就是痊愈的 这个视频的 这个 这个消息 告诉大家 所以我也要 努力 加油 明天 就是 国内的 除夕了 那今天 马上 就是很快了 所以 借此这个机会呢 也真的 还是衷心的 祝福 所有的 伙伴们 看到我视频的 所有的 好心人 祝你们 全家 团圆 然后也祝 所有人呢 就是在 新的一年里 就是健康 平安 也希望 这个疫情 早点结束 让我们 回归正常的生活吧 那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今天米宝 画了一幅 这个货 还有 画了一幅 这个货 不看你 我给大家 介绍一下 看我 看你啊 看看 这下个伙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